复衡要替魂一洛寻找解药 这次离别已经是最后一面 不久后复衡却深重脏气而亡 死前复衡托海兰茶带话给一洛 这辈子我守着你 已经守够了 下辈子 可不可以换你守着我 真情告白让一洛听了心碎 回乡起和复衡相处点滴 含泪承诺来生之约 我答应你 延续大结局 因若被封为黄贵妃与皇上约定 相守一生 好多戏民看了超入戏眼泪喷个不停 网友发文凌晨接到员工简讯 说眼睛好肿无法出席会议 理由是延续结局哭惨啦 没动力上班请家理由 让他超傻眼 别难过制作人随即预告会友翻外篇 余震透露会前缘再续 阴络女儿爱上复衡儿子 展开一段虐恋故事 现在只要演习攻略的演员 到哪都是焦点 有杂志就让皇帝阴落跟傅恒穿越时空 三位主角群脱下古装后 让不少入戏粉丝相当不习惯 头发还是光头的皇上聂远 戴上中分假发 让粉丝大喊太奇怪了 延续播出39天 海外流量高达120亿 轻工具热潮依然会持续延烧 记者陈轩白李宥涵他也报道